在王善河和您看天氣 我們一起去美國看看 墨西哥灣巨峰米爾頓 已經在美國時間星期三晚大約8時半 登陸佛羅里達州西部西爺斯塔基附近 最高持續風速超過每小時200公里 沿岸一帶出現狂風暴雨 並且陸德風暴潮 不過高度交予其低 而在米爾頓登陸之前 由於大氣、潮濕和不穩定 加上受到陸地的影響 令高空和地面風速出現差異 形成至少27股龍捲風 造成兩人死亡、10人受傷 風座亦令超過280萬戶停電 接著看其他城市的天氣 紐約天晴、多倫多、芝加哥天晴 溫哥華天晴、三藩子多雲、樂筹機任務 廣州多雲、共門明朗 下門天晴、台北多雲、上海多雲、北京天晴、瀋陽天晴、首爾天晴、大阪東京明朗、曼谷雷布 吉隆址、新加坡、雷布 雅加達多雲 胡志明市、雷布、瑪麗拉雷布 墨爾本、明朗、星尼、趙宇、布里斯班、明朗 胡志明市、雷布里斯班、星尼、天晴、高克蘭、趙宇、天晴、曼馬、雷布 早前,截至夜晚7點半 預測大致多雲 今晚和明早有幾陣雨 最低氣溫大約25度 明天日頭乾燥、短暫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大約是29度 吹和泳的偏東風 明天風勢、間中清淨 只望真會期間大致天晴、風勢比較大、日頭乾燥 下星期初至中期雲量逐漸增多 明天說到這裡,拜拜 MING PAO CANADA